现场的粉丝跟着音乐节奏尽情跳动 这场爱雨摇滚音乐季 邀请到金曲乐团迷先生 跟实力派音乐唱作人高尔轩 等超过20组的顶尖音乐阵容登场 连续两天在基隆国门广场和海洋广场双舞台轮番献唱 成功引爆上万人潮 吸引许多基隆在地和双北的年轻朋友 一起来听团 开翻基隆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听音乐之外 就是还可以就是享受这边的美食 然后一些风景什么的 您是基隆还是外地的 我是目前就是也是住在北京这样子 OK 特地跑过来听这样子 这个特别来的哦 搭车就后面 对 就我在下车然后就过来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觉得我们基隆港这边 办这个摇滚的演唱会 这种感觉啊 气氛是不是可以形容一下 呃气氛很好 而且感觉的基隆变很多 因为之前火车 这火车站是新的嘛 所以感觉很漂亮 交通很方便 哈哈哈 然后这个场地还不错 对 很棒啊 在基隆港旁边 就蛮不错的对啊 然后吃东西也很方便 对 嗯 你刚刚去哪边吃 嗯 我去我去仁爱市场 对 来基隆就蛮方便的 就在火车站旁边 然后这个活动不错 嗯 接连两天的音乐季 大批的人潮来到基隆 也带动了商圈消费 和旅速商机 在文化局长江婷梅的陪同下 市长谢果良 特别来到活动现场 感受音乐季的热情 同时也慰问辛苦的工作人员 包括维持交通和环境的 警察与环保局人员 今天来到我们爱雨摇滚的第二天 那下午下了一场雨 我本来还在担心 下雨会不会影响到 大家的兴致 不过下完雨以后 反而天气比较凉爽 晚上大家又更热情 这已经进入第二天了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棒 昨天真的是创纪录的 这个有史以来好几万人 同时来基隆观看 有来基隆旅游观光 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基隆是未来会成为一个 大家都来欢乐 大家都来开心的城市 那我们要继续努力 把这类的活动办得更好 也给予我们的文官局肯定 谢谢真的 除了我们基隆在地的小朋友 都出来之外 双北的年轻人也都来 而且他们都在说 这是距离最近 距离最近的一个走出火车站 就可以看到的一月季 而这两天呢 这么多人潮 我们预估如果今天 活动结束 可能希望能够突破 六万多的人士以上 那也看得出来 这两天带动了周边 非常非常多的机器效益 甚至呢 订房都是满的 也是无法订到 那我也很希望 未来在这块的部分 我们可以更做得更好 然后希望在明年 我们可以做好更整体的整个规划 能够带动基隆更多的商机 以及旅树 以及观光 基隆市文化局说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 市府团队将持续深耕 爱雨摇滚音乐剂这个品牌 打造成另一个代表 基隆的节庆活动 也和所有的年轻朋友 相约明年见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